你那战斗力不够强的话 那以后怎么能够 所以蔡宗媛是来补足战力的 所以当然一定要找一些 比较有战力的人到立法院里面 去帮助这些立委来怎么样的 来监督将来要执政民进党 你现在各自的区域立委听不听她的 现在是这样 因为蔡宗媛她本身 她本身其实她很受森兰的自治的所喜欢 那我们知道她就刚提到她脸书 她脸书只要一泼上去的话 都超过十几万人在看 所以战斗力很强 那当然现在的立法院的党团 以前的大党编都是由立委兼任的 那立委之间比较好沟通 那现在在立法院里面有一股声音就说 我们立法院要自主 总之啊我们要自己选 那将来你是不是说 因为洪秀是怕她说 那个立法院党总之要自己选 所以我就先下手为奖 我就先任了一个执政党 让你到你立法院去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吗 其实我今天有到立法院去 有几个同志大家在聊 没有错啦 看完两极 当然大家认为说 有人有脑筋清楚 有战斗力 而且很敢冲的人 来到立法院给他们出一点主意 让他们去跟民进党战斗的话 也不是坏事啦 可是那另外一种讲话 那另外一个朋友说 这个烧鸭子来到这儿 那会不会造成中级选民的角色 这边国民党很了解 政策会有三个部门 一个叫政策研究部 一个叫政策协调部 另外一个叫大陆事务部 为什么被称之为大党边要由立委来担任 因为他负责是协调部的那一块 我们说到白了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有现任的立委 因为很简单 立委才会听立委的啦 就第一个啦 第二个 党团协商的时候 你总是要进去嘛 所以以后会不分区听他的 区域里也不听他的 我现在更怕不分区域 可能也没办法听他的 原因是因为 我就光讲一个好了 因为他是协调部嘛 光党团协商是这件事情 蔡委员怎么进去 第二个 甲冬在异常里面 要去盯着每一个人 有没有跑票的时候 蔡委员你怎么进去 他就坐在上面 他就坐在上面啊 坐立委员上面看 很简单啦 国民党输掉政权 输掉治权 Nothing to lose 你用的蔡哥委员又怎么样 三十五席这样而已 没要怎么 这怕什么 国民党现在本来怕山怕水 地驾四旁驾 现在有什么好怕的 用就用嘛 对不对 用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试试看嘛 对不对 是 了不起就是 三十五席变三点五席 那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剩下十几十几点的部分 在副立那天 甲冻那天 我是观察到 国民党十一个没有来头 都是区域立委哦 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代表 这些区域立委 代表民意的立委 可能跟国民党的 早上九点的投票 我们从嘉义来 会不会跟你前总统去开会了 你以前总统阵营不是在创党找人吗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在那边说 会不会 国民党正义是一个 党艺跟